哈喽哈喽大家好,深夜食堂又开张了 今天我们来试吃这款重庆水煮鱼 打开之后是一袋冷冻的鱼肉 还有一袋看起来很像火锅料的调味料 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煮的过程和上次酸菜鱼一样 在锅里把调料炒香 然后再加水 再加入鱼片 鱼片可以不解冻 但放到锅里不要先搅拌 先让它先化开 然后煮熟了再把它稍微搅开一些些 调味料比较多 不爱吃辣的同学加半袋就可以哦 那我们现在来试吃吧 我尝了这个鱼片之后觉得它比较辣 但是就是完完全全的火锅的味道 就大家可以想象海底捞或者是普通我们的红油火锅 就是那种辣的味道 它就是这样 那大家看我这一锅 就是满满的嘛 但其实我里面加了高绿菜和培根 刚加的时候大家也看到了 就是如果光是鱼片的话 这一碗肯定是没有这么多的 而且我觉得一个人好像也不太够吃 两个人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如果是两个人吃的话 就多加一点配菜 那我觉得它值不值得呢 它这个价钱就相当于一袋多一点火锅料 然后它的鱼片没有上次三鱼牌的那么多 但是它的牌子叫鲜哦 就是那个三个鱼字在一个字里面叫鲜 这个是不是又学到了新知识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这个字 那最后一句话总结 如果大家想要吃一个快捷的水煮鱼 就懒得弄鱼片了 这个还是可以说得过去 但是如果是追求那种水煮鱼的麻辣 或者是鲜香的话 就没有什么鲜香 辣是很辣的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边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